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几年前的事 太空飞来外星飞船 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 对这些事 小豹则穷极想象 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 就在那个时候 我接到一个电话 有人要来见我 赐货星云奖 赐货余果奖的 美国华裔科幻奇才 特德江作品 现已有声化 集合网 一林出版社联合出品 怪物细胞 惠龙 姑息 有多 特德江科幻短片小说集系列 你一生的故事 呼吸有声书 正在集合网及集合APP 独家上线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我出镜拍的那个真人MD那个网 都已经是4月7号的事 那很不好意思 就确实这个节目的第二期 比第一期就是比预想的晚了很多 那今天就是意外的差了很多别的工作 这确实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 这是我一个很想 我自己也很想做的一个节目 总之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MD专题的这个第二期 其实大家应该之前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们极考斯和这个世家MD联名的这样一系列产品 那么极考斯工业世家联名的最新的下装 也会在8月份上架我们的淘宝集合部的店铺 那么也希望对这个系列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们 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店铺 还有我们的机构的APP 还有极考斯工业的微博 好 上一期咱们讲了讲 其实是讲了讲世家公司的历史 介绍了一下他从MD之前 这些主机的这些业务 然后介绍了MD发售初期的一些困难 然后后来他在美国发展的比较好 等等这些 当时我们也提到了说 MD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硬件的这种扩展的设备 是吧 本来第二期我是想讲这部分内容的 然后后来我发现 就是讲老的硬件 可能有一些概念的东西 可能需要我们先跟大家说明白了 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一点想法 可能以后多做一点 就是关于老的游戏主机的这部分的内容 所以我末步中 既然咱们就是先从MD开始做了 就借着MD这个机会 把这些什么就是精灵图卷轴 这些相对老的一些概念 就跟大家念叨念叨 当时是说那个时候的硬件的一些规格 一些样子是个什么是个怎么回事 省着我们老说的时候 后面每次都要提这些东西 这次可能就会涉及一些 这些东西的概念的部分 之前战内的硬件作者 就是何能大狗 这位作者是常年住在东京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比如说新宙老爷 他们曾经都写文介绍过一些 这个游戏机 老的游戏主机的硬件机制 还有相关的一些概念 但是我记得上一篇 好像也是最新的一篇 是两年多以前了 对 所以今天这部有部分内容 会涉及的相对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专业性 但是首先就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士 而且我本人上学的时候 其实稍微打点边 我是学计算机的 所以专业方向和 当我的专业方向和毕业设计 当时做的都是软件工程方向的 然后其实硬件这部分 其实按照专业分类来说 可能算是集成电路的设计 什么集成系统 什么通信工程 是这部分的内容 所以我不是特别专业 所以到时候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 或者是说的不准确不正确的地方 大家也欢迎大家 在边论区讨论 多多指出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因为讲这部分 确实不是特别的懂 再一个就是我们 虽然是叫pro节目 但我们不是专业 图议论 不是上网课 所以我还是挑一些 跟我们实际玩家 连接比较近的这样的内容 大家说起来能够有 能想象出来画面的这些东西 有意思的内容 来给大家讲一讲 主要这些内容大概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问题不大 受益都能讲美学 没事 不是很想接你的话 然后下一期我们来讲一讲 之前我们说过那些 特别有意思的硬件 以及MD这个机种 有特别多的衍生类的产品 MD有各种各样的 不止配件 就是它机器本身 有各种各样的出 一直到最近 一几年 17 18年 还在出新的MD的衍生的机种 在世界的各地 所以这部分也很有意思 这部分我们 做到下一期 硬件来第二期 来讲 然后之前我也说过 会有一期音乐的节目 我跟周深老师已经约了 大概应该是第三期的话 我们先会插播一期 这样的音乐的节目 所以这一期 跟音乐相关 音乐芯片那部分相关 可能我会稍微说的简略一点 然后我计划中最后一期 我觉得说MD的话 一定要单说一下 美国世家这部分的故事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部分 单做再做一期 但是感觉比之前 你的规划又扩大了 还行大概是这部分内容 按现在更新频率来说 已经看到了明年春节的节目 做着看 而且我想要把它快更起来 这回不是腾出手来了吗 现在把它快一个月 至少更一期 至少更两期这个节奏 给大家把这个系列做下去 白老师学业人家 是 咱们说正事 我们说MD 说MD的硬件 就是游戏机 黑的 大黑机 我们先说主机本身 上期也讲了 世家主机一直到Mk3为止 其实之前都是白色为主的 这样一个设计 从这个Master System开始 就是这个机器在海外卖的不错 后来又出口转退销 回到日本也卖 虽然卖的一般 但是评价都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个世家就 开始喜欢上了这种 就是纯黑色的这种设计 然后从MD开始 也采用了这个设计 而且他们当时 其实有这么一个考虑 就是这个黑色 在当时那个年代 就是八年代 末九年代初的时候 有一种高端家用电器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充分体现出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 这个一个定位 就是我们做的不是玩具 想要和一天堂一类的产品 进行区分 因为其实像 现在家电领域 也有一个词 就叫黑电 黑电 就是大的家用电器 那时候上什么VCD 电视 录像机 上Colorkey那些 都是大黑盒子 包括主机正面 印着的有一个大金字 16比特的字样 它不是印在 那样一个碟形的 这样一个外壳的设计上 这个碟形的造型 其实是有点光盘 光驱的 雷射光碟 那个意思 因为其实早在 8687 他们设计主机的时候 赤家这些技术宅 就非常青睐 光盘戒指 只不过碍于 当时的技术 还不是很成熟 包括成本 当时光驱有多贵 所以他们的机器 肯定是不能用光驱 但是我 虽然不能用光驱 但是我设计 我设计个壳 也不妨碍我洗 对 过过眼影 这个事其实就 埋下了隐患 就说明他们喜欢光驱 这个事早晚 早晚是个事 是吧 当时还有计划 MD同时发售的时候 就想要一起 我说我们性能高 同时要配套的 这些键盘 什么软区 触摸板派的 这些他们都在 他们的计划内 后来实在是考虑到 当时市场情况 是吧 万幸 触摸板都考虑了 万幸被设内 这个少数 还有理智的人 给阻止 就是说 这个确实有点过 然后这些东西 也就 一一作罢 是吧 但是就留下了 一个隐患 就是他们觉得 虽然我不能 第一时间发售 但是我总得 留个后手 万一以后想发售 所以就导致一个 什么现象 这个MD 浑身都是插孔 就是个可扩展性 非常强 实际上有一个 AV输出的插孔 有一个电源的插孔 有一个卡带插槽 然后侧面有一个扩展插槽 一个耳机插孔 两个手柄插孔 后方还有一个扩展手柄插孔 就是一个小小的MD 这身上都是口 它有耳机插孔 有 它有一个专门调耳机 音量的一个花 小推钮 一个花钮 在复位件旁边 比如有老话说 赵子龙一身是胆 MD一身是口 这扩展性很好 他们做了很多后手 本体就八个口了 对 说到一提MD 这个机器的研发 可能老玩家脱口而出 会有一个世家公司 一个著名的人的名字 走通修术 后来也是当了社长 但是其实当时最后 把MD这个游戏机 落实到电路图 这个层次的这样一个设计者 其实叫石川雅美 这也是个神人 因为他本来压根 就不是这个专业 他刚到世家的时候 在一个叫做 美卡托罗 这样的一个研究部门 这个部门是研究啥的 就是翻译过来 叫机电研究部 就是他们专门负责 那种推臂机一类的 这种机械原理类的 阶级产品 就是不是电子的 是那种 明白 这种东西 然后当时 世家刚开始研发 家用主机的时候 没有专门的 家用硬件部门 所以当时的负责人 佐藤秀树 就是组织公司内的 这些人 说都开始来做 新的业务 其中就包括石川雅美 他大概是从SG1200 这个时候开始加入 主机硬件的 这个研发的部门 然后他也是从 算是机电工程师 然后一点一点 学做 再做成电子工程师 其实他觉得 差的还是挺远的 因为他原来做的 不是这个东西 虽然也都使电路板 但是其实 还是隔着行的 其实到最后的 Mark 3和MD 事实上 最后的落实设计 就是他一个人干的 这个主机是一个人设计 一个人 只不过像子动秀树 这些领导 他们肯定提出一些规格 包括这些工业设计什么的 这个肯定是他们 这一些标准 这个壳底头 这个电路板上 这个东西 全是自己找的 这个芯片怎么布 线怎么走 这些东西怎么 这个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弄的 还是挺神的 这个人 那很厉害 而且还是个二把刀 后续 对 当时我看过 有些采访他的文章 就说当时也没有什么CD 什么咱们都没有 手画 铅笔 本硬画 就按画 就是原规直尺 然后硬画了图来 然后画完之后 按新字 然后就行了 用这个G2时间 那个用G2EP听的朋友 可以看我们时间轴 我找到了一些 他当年的那个 就是手绘的这个电路图 和这个规格书的这种 在我这 然后我会照相 然后传到这个时间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很有意思 当然就是手绘的这种 然后呢 就是说说这个 这个电路板上东西 对吧 首先就是说16位 刚才说了大金字 是 他比MD这个名字 还要比大家更知道 这个上期也提了 更冲击 其实我相信从上期听过来的朋友 可能尤其新凡家 就一直可能有一个疑问 很久了 就是你这个16位 8位 到底是他们什么意思 好像现在不提这个了 是吧 现在都是第几时代了 对对对 我记得就是九几年 电路软上还有专门的 就是编辑写文章 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早前也介绍过 我试着说一说 因为其实这个事儿 远比大家想象的 要复杂一点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就是所谓的几位主机 指的就是这个主机 使用了几位的CPU的意思 那这个几位CPU 一般来说呢 指的应该是自长 也就是这个CPU 在不花费额外周期 就能处理的操作数的最长长度 通常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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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CPU通用计算器的大小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所谓的几位 也会被叫做位宽 可能我说这个东西细说 涉及什么指令级 什么地址 总线这些 就挺麻烦 我估计刚才这点定义 大家也不是特别好懂 那我就用好总的一点说法 就是自长 就是这个CPU 在一次处理的 或者说寄存 或者说传输 的时候 它能够传的这个 二进制数的位数 一次 就是一个单位时间 这种这个电脑工作的 这个周期来说 那八位的CPU 就是说它一次 就可以传八位的二进制数 十六位 就是说它可以一次处理 或者传输这个 十六位的二进制数 也就是从八位到十六位 每一次处理的信息量 高了 八位十六位 二的八次方倍 也就是说 二百五十六倍 所以说它不是说 提高了一倍性能的意思 因为那只是位数 其实位数 能够传输的信息 在八位涨到十六位的时候 这个信息量 其实是涨了两百五十六倍 那后来的三十二位 和六十四位 一四类推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性能提升 还是很高的 就是翻译成人话 其实就是处理能力 更强了一些 现在咱们2021年 我们用的电脑 和计算机设备 以及它们的系统 都是六十四位的 那为什么 大家可能老文家知道 这个PSR那个时代 这主机号称我们是一百二十八位 是吧 那为什么现在才六十四位 好像他说PiK那时候 反而还厉害 这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这个事 其实细说起来 也比较麻烦 那我就打个比方来说 就是这个计算机领域 经常我们在说这个事的时候 经常把总线形容成公路 那这个位宽是什么意思 位宽大家可以想象成 这个公路的车道数 那我们要提升交通效率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根据不同情况 比如说这个路现在只有一条车道 那我们有一个很效率的方法 就是给它拖稳车道 拖宽车道 那个车道变多了的话 这车就 一条车道就排队走 那两条车道的话 就同时就是 效率更高 效率更高了 对吧 但是这个车道 我们现实中大家都知道 不会一直扩充 对吧 没有人修几百条车道的高速公路 对吧 因为首先物理客观上 它不允许 你太宽了 再一个现实中 其实不是每一时刻 总同时有好几百辆车 从路过 对吧 所以说这么做 不仅消耗大量资源 而且没有效率 这个东西套到计算机上 这个原理是类似的 那这个CPU的性能 其实是有多项指标决定的 我们有频率 核心数 等等这些 那因为这个CPU 在这个定位单元 这个单元地址的时候 首先要将这个地址 存在这个计算器里 那这个计算器 首先它必须能够 存储一个完整的地址信息 那所以CPU的通用计算器 通常来说 就是这个CPU结构设计时候 的定的这个自长的长度 这个原因是在这 那计算器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 这个逻辑电路 时序逻辑电路 那你的未宽越宽 其实这个 这个电路就越复杂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那也就是事实上 不光计算器 整个这个芯片里面的 各种东西 其实都是随着你 这个复杂程度 越来越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 对 那这个包括 你在制作的时候 现在这个芯片制作 你有排线 封装 等等 还要考虑这个信号 互相干扰 信号质量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这个跟公路一样 就是你无限的扩展 这个未宽 其实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 没有效率的事情 但是和 而且这个计算机系统 和这个公路 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你车上 你这个车道没有车 那就是没有车 对吧 就是空着 但是你这个计算机 走数据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你这没有数据 零然它也是一个数据 对 对吧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地址 还是指令 就是对于64位以下的数据来说 128位总线 不仅体现不出优势 反而产生了额外的消耗 你只有超过64位的 这种数据传的时候 它才能体现 这个超过264位 这个未宽的这个 就是它算出东西来 它有意义 优势嘛 对吧 软硬的适配性 这个2的128四方 大家这个数有多大呢 大家可以用计算器 这个自己算一下 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民用的时候 用不到这么大的这个整数 而这个辅典运算 现在我们有专门的 这个辅典运算的这个模块 所以说对于民用来说 一般来说64位 就是足够足够的了 甚至可以大多的情况下 32位都是够的 那过去10年 我们这个 大家应该有印象 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 Windows从 逐渐的从32位 就过渡到了64位 其实这个不是数据传输的需求 是什么需求 是内存的需求 因为这个前几天 张云老的时候 大家应该总会听到 有人就告诉我们 说你装了这个64位的芯片 首先你得配一个64位的系统 不然你的芯片白装 其次如果你是32位系统的话 那记得 不要装超过4G的内存 是吧 有人这么说过 因为什么 这么说是对的 因为从寻止能力上来讲 未宽决定了寻止能力 那32位 其实最多就访问4G的内存 你装多了 它确实是没用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64位电脑 能访问多少内存 1820万TB 也就是说除非有一天 我们的电脑的 里头装的内存 超过了1820万TB 这个大小 否则从寻止能力这方面来讲 我们也没有对更高位数的需求 从电脑这个硬件来说 所以这个综上所述 说白了 就是这个更高的1820倍 用不上 没用 那目前也是公认的 就是除非人类的计算机 这个技术有重大的这个变革 或者我们这个制造业 就是几纳米几纳米 有极大的这个跃进式的突破 不能说小突破 飞跃式的突破 否则这个纯粹的 所谓的真一把1820倍CPU 短时间内呢 并不太会真的被这个商用 或者出了也用不上 对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CPU的这个性能是多方面的 包括我们通过这个工艺的提高 更高的频率 是吧 你像这个PSR那时候 那个它那个芯片 才只有300兆的频率 就是300兆赫兹的频率 现在咱们不都多少G多少G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是 包括更多的核心 对吧 你更多核心 从交通来打比喻的话 就是说我们不都往北京上海来了 对吧 我们多核 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 有更多的这个交通枢纽 是吧 可以可以缓解这个 整个交通的这个这个压力 是 各种各样的方式 所以就是一味的把路造的越宽 这肯定是个很傻 而且没有效率的方法 对对对 这个特别像 这个就是位数竞争这块 特别像就是0708年 那个时候 就是主频的 CPU主频的竞争 就一味的上单核高频 但是其实最后 并没有把性能提高 反而是其他方面出现 对 那是很多 我听说坊间有人传 说这个 这个索尼老配人 说这个PSR不是真128倍 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虽说索尼那玩意 它是确实有点水分 就是它是俩64 它里边是俩64拼整 但是人家啥呢 人家从总线到这个指令级 确实都有128倍值 只不过那玩意 它不好用 就是 这个 但不完全是 PSR这个机器呢 虽然性能不错 但是它其实不仅没有体现出 128倍的优势 反而体现出了 其实这玩意没啥意义 我们还是从别的地方找手 提醒人家更有效率 历史的反面要材 对 其实是证明了这么一个小事 所以后来PSR要搞了Sell 对 Sell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关系 最终的爆炸 他们主芯片后面外面加鞋处理器 这个架构 一直到PSR彻底大爆死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个东西就舍弃掉 换掉 这个是从PlayStation这个品牌诞生以来 一直就是他们这么做的芯片架构 以后我们有机会讲PlayStation的时候 就钻技术这方面 再细说 好 您这是右快坑 等等 打的底就是那样的 赖我赖我赖我 不该问 你说到了吗 那咱就聊嘛 是吧 这话我得切 对 然后说完什么是几位的事 我们就回头具体说一说 这块所谓的16位CPU是吧 6800 刚才我们说 一般说这个位数 它的寄存器是大小 我都说一般情况 这个6800 它其实是有32位寄存器的 但是为了 如果是做成32位的 这个芯片就太贵了 就没有销路了 所以他们其实为了控制价格 其实虽然是32位的 内部的这个寄存器 但是使用的是16位的 数据总线 但是我既然有 这个32位寄存器 所以它这个CPU采用了 24位的地址总线 16位的数据总线 和24位的地址总线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 所以说它实际可以 访问的内存是16兆 而不是4兆 不过当时其实 你算能访问 也没有办法给你 那么大的内存 装在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有多贵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内存很贵 所以MD的 当时主机里装的内存 其实只有64K 很小 所以其实当时 包括6800在内的 这些16位的这些CPU 都采用的是 分段式的 访问内存的 这种机制和方式 这个东西就更复杂 就不细说了 总之我想说 什么事 就是这样的芯片的 性能提升 导致 这块芯片 其实可以直访 32兆的卡带的容量 就是换算成比特之后 它有 也就是说 MD的游戏卡 最大就是可以到32兆 这个东西 其实是FC的128倍 这个游戏的大小 可以使用的容量 飞跃性的增长 32兆在当时 已经是非常大了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FC后期的 一些所谓的大作 也就是一兆两兆 我印象中 就是这个 我FC上 我最喜欢的一个RPG 就是中章机兵 但是特别末期的时候了 93还是九几年 91吧 反正出的一个 末期的游戏 4兆 对FC来说 就是巨大的游戏 巨大无比 这里边都有 加装芯片或者什么 而且它会采用一些 新的访问方式 叫bank switching 就是内存库切换 这样的一个方式 后期中章机兵 还专门出过磁碟本 对 这个在当时 阶级上也是常用的 一个技术 就是这个 将主CPU的 这个可执行代码 分为两种 就是常驻的 RUN和bank 只有常驻的 它一直在 这个 巨制空间里 其他的 只有需要的时候 才被净设 这样一种方式 来访问更大的 这个空间 那MD上 基本上就 不需要用的 因为我32兆 其实对MD上说 是够的 当时只有一款游戏 最后还是32兆 不够大 用到了这个 所谓的内存库 切换 那就是当时 这个容量 高达40兆的 超级技术的霸王2 就是他用到了 这个内存库 切换技术 可以说 在这个卡带容量上 这个也是 飞跃性的提升 那个时候 街霸就走在 时代的剑队 插不空就走在 超大揍 是吧 对 递什么技术都用 那上一期 我们还聊过 说这个世家 当时通过一个公司 叫这个西哥尼迪克 拿到了这种 那个价格超低的 这个6800 是吧 这样一个小故事 大概只有15% 到20%左右的 这个价格 没想到 大家可以去听 第一期节目 这个公司其实很厉害 虽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这公司很厉害 一会我们还会 讲别的东西 还会提到 当时这个6800 这个芯片 是其实79年就有了 不过价格一直很贵 它最早 是作为军用 来开发的 或者是工作站 这些 并不是一般民用的 这种 是个很高端的 高端货 所以这个世家一开始 去找摩托拉谈 摩托拉为什么不卖给他 就是不光是价格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有一个日本来的 没听说过的 什么C什么玩意儿的 C C什么 干什么的公司 张嘴交定上百万的 军用芯片 这 摩托拉其实也不太敢卖给他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什么授权的厂家 给他提供 但随着后来MD在全球装机量的提升 后期他们也用上了原装 摩托拉拉产的6800 后期用上了 而且成为了这块芯片的 两个最大的客户之一 另一个客户就是苹果 因为当时在苹果94年 Mac签到PowerPC之前 Mac一直用的 当时叫麦金塔 麦金塔电脑 一直用的就是摩托拉拉 6800系列的CPU 麦金塔的初代产品 用的就是 第一代的16位的6800 所以他和世家一直用这个 当时摩托拉拉还给这两家颁过奖 就是两个大客户VIP 当时总统休户还去摩托拉拉领过奖 就是大客户 还是很牛逼的跟苹果齐名 自己卖自己颁奖 不是很要脸 大客户 而且价格上肯定也去给优惠 而且在他世家这种大量的订单帮助下来 摩托拉拉以远超预期的速度 就把芯片的开发成本就收回了 所以使得这款高端芯片价格迅速的下降 极大的促进了这块芯片的进入民用 以及游戏机市场 后来卡普昆和SNK这些公司阶级 都采用过这块芯片 这还是算是他对产业的一个小贡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 就6800这块芯片在整个微电子行业的发展史上 是很著名的 很著名的一块芯片 另一个8位Z80A就不说了 这个就是他专门处理新声音 以及下电容的时候 作为处理器来用 然后我们就说说说完CPU 我们说说图形性能 图像方面的性能 在2D的时代 游戏机或者说一个硬件 图形方面的性能 其实有三个重要的指标 对当时的游戏机来说 卷轴性能 精灵图数和发射数 在这三方面 MD分别是说我支持双卷轴 80个精灵图和512发射 我们一个一个说都什么意思 开始上课了 我尽量说的有意思一点 先说双卷轴是吧 卷轴都是 现在还有这个说法 就卷轴 什么横版卷轴 纵版卷轴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词 说法 其实卷轴 其实是最终效果的一个描述 就产生了一个卷轴效果 这个效果 学名叫视差滚动 所谓的视差滚动是啥意思 就是在摄像机 在二维场景里移动的过程中 让背景图像的移动速度 比前景移动速度慢 从而创建一种视觉错觉 产生一种近景远景 这样的立体效果 这个就叫做 所谓的阵轴效果 或者说刚才我们提到 视差滚动 其中实现这个效果的 最一般的办法 就叫做图层法 现在常用PS的 应该知道什么 两层 顾名思义 就是专门有一个背景图层 它跟前面那个不是一层的 可以在水平或者垂直方向 它能滚 可以通过在一个方向上 以不同的变量移动图形位置的方式 就产生这种视觉视差 就是横向移动的速度不一样 不一致 对 那如果是多个图层的话 那移动越快的 就离这个摄像机 越近 越近 离移动的 转的越慢的 就离这个摄像机 越远 越远 在这个技能有限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 实现卷轴功能的方式 虽然有很多其他方式 等会我们会说 主要是他来说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 这个卷轴性能的 这个这个 这个卷轴确果实现的方式 所以这个总的来说 这个图层方式 是一个基础 那也就是说 当时硬件 你能有多少个背景图层 是体现你这个机器的 2D性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卷轴性能 那FC就只支持一个背景图层 对 一层 MD支持俩 而且所谓的这个双卷轴 其实比较准确的说法 应该说是MD 支持双背景图层 这个这样说就比较准确了 其实它从技术上面来讲 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实现卷轴 其实MD可以不只实现 这个两层卷轴的这个效果 配合一些后来 一会我们说到精灵图 可以实现更多层的这个 卷轴效果 其实我举几个游戏的例子 可能大家会觉得更直观点 比如说FC时代 你应该提到的 比如说这个马流 比较传统的 或者冒险岛 对 这种就是背景 永远是一层的 这么固定的移动 MD时代 比如说大家想到那个超级人 骑马那一关 对 那应该就是有两个图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的效果应该是 就是比较直观的 能反映出来的 说错的话 大家可以举个别的例子 欢迎拍专 因为我脑子里边 我脑补的感觉 应该是那个 时代比较代表性的 一个游戏 那就是说 MD比FC就多了一个图层 虽然只是多了一层 但是其实这个变化非常大 因为这个背景图层 其实并不只有这一种用法 不说只能当卷轴用 因为这个背景图层 它可以用很大的尺寸 因为你想 我们动作或者设计游戏 它不就一直卷 那你得多了长那话 是 所以它尺寸很大 所以如果你有双背景图层的话 你可以实现什么 一个当背景 另一个用来显示 一个大尺寸的角色 比如说BOSS 相对的 大家回想一下 为什么FC的游戏 很多BOSS战 就走走走到头 然后屏幕都黑了 屏幕都黑了 然后BOSS出来 就它要不出BOSS 要不选择 要不出 它是这个意思 只能舍一头 对 如果你是MD 就可以实现 我不仅这个有BOSS的时候 还有背景 我这个背景还带卷轴 就可以移动着 你刚才提到的那关 就是比如说 有一个大比例的BOSS 我在快速的移动 卷轴在动的时候 还有这个BOSS战斗 门道罗铁血云团 对 我想到的也是 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 提升就很大了 大家可以很容易想象 比如进行跑那关 对 在火车上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火星熊熊 欺变体那一关 对 那这时候 可能就有朋友 这个善于动脑的朋友 可能就问了 那你这个大比例 这个BOSS 为什么就非得用 这个背景图层 这种方式来实现 是吧 那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用下一个 下一个知识点来解答 就要说这个是精灵图 这个什么叫精灵图 这个概念在现在 其实也还在用 就是在网页开发的时候 还能用到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每一帧的这个画面 都是由这个像素构成的 那这个如果每一帧画面 都一个一个像素的去绘制 那这样是一件 非常没有效率的事情 这个是很容易想象的 特别是这个游戏 因为游戏中 很多的画面元素 你比如说 有刚才提到的背景 或者说这个角色 它都会长时间的 存在这个画面中 就你没有必要 每次反复的重新画它 对吧 变化的这个 变化信息的数量 其实不多 虽然信息量不多 但是有电子游戏 有一个特点 就是变化的很快 对吧 就是那个 虽然那个人还是那个人 但是他老动 所以按照这个特点 就是诞生了这样的 所谓的精灵图的技术 这个技术 最早是谁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希格尼迪克 这个公司 他们在70年代 最早原理就出了 可以对应精灵图技术的 这样的芯片 这公司还挺屌的 而且第一个 第一次把这个技术 用在电子游戏上 是泰东 泰东 他们在阶级上 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 一个精灵图是啥意思 就是由若干个像素 组成的一个既有的图形 显示的时候 只将精灵图的未图信息 读进显存 然后图本身 由一个专门的硬件 叫精灵图IC芯片 来合成 就是硬件合成 现在话叫硬件加速 硬件来合成图本身 然后你从过显存 总线来走的 只有未图信息 啥未图信息 就是图 首先它是哪个图 然后这个图的在哪 一个位置信息 然后还有图上 怎么给它着色 大概就这点信息 就比图本身小的 非常多 我只传这个信息就行 图本身 我有一个硬件 专门来生成的 来输出画面 当时输出画面的芯片 叫VDP Video Display Processor 就是叫视频显示处理器 算是显卡的雏形 当时可能没有 没有GPU这个概念 芯片只负责输出画面 或者着色这样的功能 如果一个游戏的画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看成是一张图的话 我们刚才说完这两点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图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 那种若干个背景的图层 再加上若干个精灵图 构成了那个时候 的这样一个2D的画面 所以说精灵图技术 这个特点就是 极大的节省了CPU 和内存显存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 事实上 其实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当时如果没有 这个精灵图技术 这种又复杂 又快速变化的 这种电子游戏画面 其实用当时硬件 是很难实现的 或者说用同样的硬件 你只能跑一些 比我们现在见到的 我们这个时间线里 已经凑出来的这种游戏 要减漏的多的这种画面 所以因此相对的 就是说你这个硬件 能处理多少个精灵图 以这个精灵图的大小 就是当时硬件的 图形能力方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跟除了背景以外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这个很著名的 亚达利2600 是吧 非常著名 他当时就是以说 我能处理精灵图 是为作为卖点的 他能处理五个精灵图 FC就很厉害了 FC最多可以处理 64个精灵图 精灵图的尺寸 是8乘8像素 或者是8乘6 那这就解释了 刚才大家可能提到的 那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FC游戏中的玩家 和这敌人呢 其实一般都比较小 对 就是没有说 FC游戏没有说 特大的一个 一个玩家的比例 是吧 都是为小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精灵图 这个尺寸限制了的 他最大指示 这个8乘8或者8乘6 这是两种 我明白了 所以就是说 像那个亚达利时代 像运河大战 这类似 那边 特别像 那MD呢 支持最多80个精灵图 而且尺寸呢 最大可以达到 32乘32像素 那相当大 所以就是我们想到 摇焦系MD初期 他就特别想要炫耀 这个东西 那些什么 机能 受亡剂 对 战斧 那人都奇大无比 没有道理的大 而且 看着比例就会觉得 和那个 另一个时代不一样 而且就MD发售的时候 他把那个受亡剂 从阶级搬到MD上 然后在MD上 呈现比例 实际上比阶级 对 费者特大 就显示说 我这个硬件更新了 是的 那这个 可能朋友又会问了 是吧 那你看 就有些聪明的小朋友 是吧 就是老会想到一些 这个野生的问题 就是说 你就一个精灵图的大小 是有限制 对吧 是 但你FC都可以同时 显示64个了 那我用多个精灵图 来显示一个角色 不就完了吗 是 对吧 诶 拼块 对 你很聪明 虽然在一些情况下 确实就是有游戏这么干的 但是呢 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解决不了太大问题 因为啥呢 这还有别的问题 就是 在当时这个硬件较低的时代 这个精灵图的处理方式呢 我们称之为Lime Buffer 也就是航缓存 就是说呢 只缓存一条扫描线的 精灵图信息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还是节省显存 节省这个存储处空间 这个显存的空间 而且呢 几乎不用占用这个数据总线 你想一个扫描线的 这个微图信息才有多少 是 因为这个显存只有微图数据 所以就 运行的很快速 但是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精灵图的 这个硬件合成啊 和这个扫描线走线 是同时进行的 那就导致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在横线上 这个精灵图的数量过多的话 那个精灵图的合成 就跟不上这个扫描速度 所以呢 除了精灵最大的精灵图数之外呢 当时硬件呢 还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所谓的横线上 最大精灵图数 那这个是呢 就是也是硬件的一个 很重要的指标 FC呢 是最横线上最多有8个 MD一下提升到20个 我刚才就想到这一点 确实 对 你也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观察 因为我小时候很无聊 我确实就仔细观察 我甚至就 没事 也不是小时候的事 就又是 又年时 还能记着 暂停了 就是把游戏暂停 然后观察那画面 比如说魂斗罗 就横方向上的子弹 不会超过8颗 好 你可以去看 确实 对 所以呢 这个老白刚才说 这个现象是咋回事呢 就是一旦 你横方向不有限制吗 对 一旦你实际游戏中的 这个显示的数量 超过这个限制 跟不上的时候 他呢 就会按照这个 锁引中的顺序 说白了也就是 这个优先级的顺序 一个一个来 舍弃一些优先度 较低的精灵图 就不显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就是老游戏里 刚才你提到的 比如说 魂斗罗看不见子弹 那种是吗 对 魂斗罗那个小敌人 一闪一闪的 大家都玩过 对 包括很多阶级上 当时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你玩射击游戏 或者动头戏 我给他放大招 有个放保护的时候 有全屏幕那种 各种爆炸什么 你会发现 那个爆炸和 那个效果和火什么的 它是交替出现 哗啦哗啦一闪一闪 有的时候会消失一个方块 或者一个格子 对 刚才白蓝说 我就想起来 可能双打魂斗罗的时候 吃F 如果两个人都吃了F 就有的时候看不见子弹 出枪 出子弹出不全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你俩只能有一个人看见 永远只有一个 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 他们故意 因为他知道这个限制 他们自己故意的 就是用这种 因为肯定有超过的时候 他们在程序里设置这种 就是交替显示的这种情况 保证你还能玩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个FC的技能 实在是太差 所以不仅是这些特殊的效果 可能有时候敌人都闪了 所以这个MD一下提升到20个 而且这个最大尺寸 变成32 这个提升其实很巨大的 那后来呢 随着这个硬件技术提高 这个显存这个容量 不也就是大量的提高了 是吧 16位之后的 这个所谓的第五代主机开始 就不再用这种 所谓的这个 行缓存的这种方式了 就改成这个frame buffer 就真缓存 真缓存 当时有一个 我有一个俗称叫这个真模拟 听名字就明白 他就不止扫描一条线了 他就是在这个显存里 会缓存两帧的这个位图数据 前一帧是on 后一帧是off on显示off不显示 当你这个on这帧显示完了之后 然后off这个改成on on改成off 然后去读下一帧 这样交替的使用 就一层一层往前进 跟现在咱们显示器 那个机制很像 但显示器不有一个 那个前缓存帧 后缓存帧吗 现在这个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显示器的 那个就是一些技术 这个就介绍科普 都会提到这个事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PC 你用显示器的时候也是 这个显示器会存一帧 两帧交替的 前后帧这样交替的 就实际呈现原理上 是你的意思是比较接近 对 跟这个其实是很像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就是不再有横方向的 这个限制了 是吧 而且随着这个硬件性能提升 就是这个 你可以线性的提升 这个精灵图的处理数 像以前 以前就是你老受 这个横方向限制 所以它其实不线性 你性能其实提升了好几倍 但是可能这个精灵图的 处理能力只提升了 不能线性的这个对应能提升 就还是该闪还是闪 解放不了 现在就是用真缓存的方式 就可以解放 就是说我硬件提升了 我这个处理速度 就是可以跟着一起的 这个很快的提升 但是相对的 对这个显存和这个精灵图 芯片的这个读取速度 和这个处理能力 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吧 而且其实总数还是有限制的 当时画面的精灵图数 如果超过这个硬件 当时的一个要求的话 它就会怎么说 那两帧的切换 就会比实际游戏输出 真处那个时间又慢 就会产生所谓的拖慢现象 这就是真缓存长 如果处理太过头的时候的现象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到 脑底会出现一些 有真了 一些很小的时候 很玩怪的一些 很著名的游戏 就是画面过于丰富的时候 这个游戏就会变得特别慢 对 就是因为它是采用真缓存的方式 而且硬件还不是特别 这个完全能对应的时候 那土星和3DO当时 其实还在硬件上采用了 硬件支持精灵图等 这是2D的功能的这种方式 PlayStation当时就不再支持 它的2D其实就是用 怎么说呢 把2D当做四边3D贴图 正向着屏幕的四边形来处理的 它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2D的 所以我们经常坊间说法 说PS的3D性能虽好 但是2D不如图形 一个玩3D一个玩2D 龙龙这么说 其实没有大问题的 其实机能上的 因为PlayStation确实 干脆就没有直接用硬件 去对应最早的这种2D的方式 还是以后讲索尼再说 讲PS再说 这是游戏机 像PC这些个人电脑 它这些电脑的话 就不可能像游戏机 是专门设计这种 专门支持2D的这种硬件 所以在一定世纪内 我们肯定也听过这种说法 就是说这种快速卷轴游戏 在PC上跑不了 之前咱们新闻里提过 说当时看法课 做了一个PC版的 它那个技术还很厉害 它是技术很厉害 它90点就搞出来了 它是用软件实现的 模拟 卷轴的功能 所以它确实很厉害 所以这就是当时 有这种像叫DirectDraw 就是Direct2D的前身 等等这种2D的图形API 用同样的原理 就是用软件来实现 这种精灵图 这些功能 后来随着硬件提升 就是这种专门用硬件 提供精灵图功能的这种方式 其实被淘汰了 现在 尤其到显卡时代以来 所有的图形API 都有专门的2D的硬件加速 大家去看Direct现在里面 它包括Direct2D Direct3D 在里面的 但是精灵图 这个技术本身是还在的 今天你要做一个 比如说你开发游戏 你要做一个纯正的2D游戏的话 其实本质上的原理还是一样的 还是得用这些东西 只不过更加没有限制 你就随便做 而且更方便 其实就是调用裤就行了 底层那些东西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 做游戏的人 是用汇变语言写游戏的 他们设计一些东西 其实你也不用管了 你现在做游戏 直接用这些引擎 什么调内功能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 精灵图这个技术 后来被大量的用在啥 网页开发上 现在你去百度精灵图 这个词会出现 CSS精灵图 就是这个叠层量式表 就是说现在网页开发的 这个技术 精灵图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来说是这个发色术 这个发色术 说到它 我们就得说是刚才提到这块芯片 就是这个VDP MD使用的这块VDP 是他和亚马哈共同开发的 就是315-5313 总体说这个来说 就是从他家 自己家的阶级机板 C316 这样拿过来 分辨率也是一样的 保证了这样可以更方便的移植 是吧 这个VDP 有多种工作模式 它有Model 0 123 0到4 就是用来线下进容时候用的 55是用来正常模式的 然后这块芯片 不是说继承了 它的阶级的框架 同时也继承了 来自阶级的这样一个 怎么说 施加硬件的一个软肋 就是这个芯片 其实在发色术上很差 它只有512发色 然后同时只能显示64色 这个远低于SFC SFC是最高是32768色 同频可以达到2048 还是比它高很多 甚至这个MD 就在发色术这边 比PCE还要次 对 虽然它俩人都是512 但是因为啥呢 因为MD当时只有4条 这个16色的色板 所以导致它同频只有64 人家PCE的这方面就很厉害 虽然是早出了这个硬件 就是它属于怎么说呢 哈德森的这个一招线 哈德森当时有两块自研的芯片 就是这个HCE C6270和这个6260 两块芯片呢 用两块芯片 它自己起名叫VDC和这个VCE 用两块芯片来干这个VDP 一块芯片的活 也就是说啥呢 它把这个描绘和着色分开 分给两块芯片 而且这两块芯片呢 都是16位的芯片 所以说呢 为什么PCE叫准16位呢 因为它CPU虽然是8位的 但是它自己传了两块这个 两块这个16位的芯片 专门来绘制图像 所以就是被称作 这个半个16位主机 就性能在这块很强的 对 其中这个专门负责着着色这块芯片呢 人家有这个分别给这个背景图层 和这个精灵图 分别准备了16条16色的色板 一共32条 这比MD强很多 所以就是这个PCE游戏 这种颜色亮丽 是这个PCE游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也是说它可以从FCE手里 这个抢到市场的这个原因 因为它都是8位级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游戏视频 这个PCE的游戏画面 明显的好比FCE好非常多 就是因为这两块 他们自研的这个图形芯片 还是起了很大的和它作用的 行 那咱们说回MD MD这块VDP虽然这个发色数比较差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这个优势 它有一个在当时来说很时髦的功能 叫这个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就是直接存储访问这个功能 就让它可以啥意思呢 就是让它可以不经过这个CPU 直访显存 这个特性有啥用呢 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弹幕 就是那种射击 STG这种 或者动作这种 要求响应速度特别高的游戏 这个功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就中间不用再倒一道手了 事实上就是这类游戏 就是MD的一大特色 我们在MD上可以玩到非常多的 这个就是STG类的游戏 对 射击游戏 对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的地方 而且这个特性呢 实际上呢 是得益于MD当时的 另一个小的一个硬件上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DRM 当时呢 是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 佐藤给世元亚美啊 就是开发硬件的时候 提了个要求 说你硬件大线框架呢 不就照着那个CM16做吗 但是呢 我们现在来了新玩意儿 就是我们这供应商贯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东西 叫这个DRM 这个DRM不是现在我们说的 这个动态内存的意思 它是这个双部随机存储内存的意思 所谓双部啥意思呢 就是它有两组DG总线和数据总线 啥意思呢 就是你CPU这边 可以在绘制图形的同时 然后那个图形硬件 就是VDP可以同时在读 当时的那个硬件一般都啥呢 我CPU写完了 然后你VDP拿去读 CPU写完了拿去读 它这个芯片就保证啥呢 保证我这个 读写同步 读写可以同时进行 所以就提供了 它这样一个高速的这样一个能力 简单例子就是两组人在干活 对这个效率提高了 就这意思 所以说它这个 采用的这种新科技的这种DRM 也对它的这个高速性能 提供了一些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那最后呢 MD呢 在这个其他图形功能上呢 也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窗口功能 Windows功能 就是说可以让这个卷轴 背景的一部分不动 别的地方要卷轴卷 它就这 比如这一条和一块 不卷 用来通胆可以当UI用 就是这个窗口功能 窗口功能 还有呢 就是这个阴影高光 就是Shadow Highlight 就是说白了 就是用这个遮蔽物和这个调整灰度的方式 来这个模拟出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因为它不支持半透明这个功能 超认识支持这个功能 同时呢 后来还有人聪明 说我通过调整灰度 我可以提高这个发色数 因为我同样是红色 那我上面照的灰度不一样 它不是两种红吗 加一个红板 就是可以让这个发色数翻倍 还有人这么用 那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呢 叫这个纵分割卷轴 啥意思呢 就是它不是分辨率不是320吗 它就是把这个画面 纵向的分为 以16个像素为宽度 分成这个20条数条 是吧 每一个数条呢 可以单独改变位置信息 这个功能 其实我猜啊 最早就是为了给这个纵向的卷轴游戏 提供这个更多的视觉层次 效果的时候用 可能能用上 因为你可以速度不同的这个卷嘛 是吧 对 但什么事呢 这玩意儿它就怕有高人是吧 有高人 又有高人了 这个高人呢 那就是这个曾经是龙 现在是虫的科达米 科达米厉害 这个MD其实是没有这个旋转 精英图这个和背景的旋转功能的 那科达米当时就有高人 就利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纵分割卷轴功能 再配合一个水平方向的卷轴 就是在视觉上模拟出了旋转的效果 那像著名的像这个火箱英雄啊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魂斗罗的这个铁血兵团啊 恶魔城血族 他们这些几个游戏里都有使用这个技术 影响的是那个铁血兵团里有一招 有一关第三关 有个飞机 你先吊在上面 对 然后那个飞机升起来之后一直在转 记得吗 是是是 那个其实是MD不具有的功能 是他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纵向速度不同 然后你再配一个横向的卷轴 有的往上有的往下 就产生了 模拟出 大家可以用脑子想象一下 他们那个啊 就是模拟出来那个旋转的效果 其实没转 他没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科达米还是 还是厉害 就是二粒变三粒 对 说句题外话 就是这个特别兵团这游戏真的非常好 是 我心里 我心中就是当时 魂斗罗在这个 这个这个黄金时代的时候那几作 包括朝鲜上那个叫 精神吧 是吧 Spring 都非常好 而且那几个这个游戏的boss设计是吧 每一个boss都好 好多阶段 是 反正就是很厉害 很能记住这款游戏 对 而且你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的话 他关卡设计是太良心了 对 就跟之前那个42和那个炒饭老师录说 他狂吹SM 是吧 其实因为啥 可能有新玩家老觉得我们 就是对现在的这种像素的 或者独立游戏 感觉很严格 是吧 人家说做挺好 你为什么你们老说也不行 那就是因为 以前有些游戏 那么做的太行了 做的太行了 大家可以找来这个 混动罗体并团 这个游戏的一些视频 可以看看 真的是很厉害 当然了 最早设想的那些什么 放大缩小 旋转 是吧 这些功能都没有 这个也是伏笔 这个作为技术宅来说 这个耿耿于怀 是吧 别的有我没有 早晚是个事 所以这部分也是伏笔 咱们这个 之后他们干了啥 咱们再 咱们再说 然后呢 这个硬件这部分呢 还得说一下声音 声音这部分呢 刚才我说了嘛 最后这个下一期 这个钟星老师 可能会再详细的讲 什么叫各种音源 什么意思 什么叫FM 什么叫PCM 我这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MD10的芯片 是亚马哈的 这个YM2612 6声道立体声 FM音源 加3声道PSG 加一个噪声声道 上期也说了 其中这个FM音源的 第6声道 可以作为8位线性PCM 来使用 就是这么一个规格 总之 这块芯片呢 其实严格来说 还是可以的 而且也是这个 家用机首次支持PCM 这个音效嘛 当时这个NEC的一些 这个家用电脑产品 也在使用这块 这个亚马哈的 这个同一系列的 这个芯片 所以呢 有个好处就是一些 原本做PC游戏的 这些第三方 他们在给MD做游戏的时候 就很 对这个芯片是很熟悉的 这方面有一点小优势 那虽然这个2612 只有一个PCM声道 但是呢 它很厉害 它可以通过这个 软件浮调的 这样一个功能形式 同时播放多个采样 还是得举这个 超级822的例子 你看那个 你看MD在超级8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边 发这个波动权 那边也发波动权 它俩是可以一起喊的 没有说这个就是 因为他说这个 那个人就不能说话了 因为他只有一声当 但其实他可以用 浮调的方式 做舒服两段声音 包括他俩 人说话的时候 声音音乐也没停 大家能记得 那个FC游戏游戏的时候 你播这个采样声的时候 就是那个人说话 那个音乐就会 有一轨就会停 对 就是因为它是一轨 这个MD的这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的 然后FC的 它会有一些小技巧 它会有一个小技巧 就比如说是 它其实把是人的对话 模拟对话那个声音 直接编在曲子里 对 就在过场里边 然后就是 其实是就那一轨 然后放到这的时候 对 对 但是这个PCM音源 当时其实有些问题的 因为它是由这个 这个就是鞋处理器 C80负责的 说是它硬件上 当时设计的时候 有一定的缺陷 没有这个中中断 所以导致会有一些 时常会有这个噪声出来 听起来就像那个游戏音乐 就是变雅了一样 就是老有那个滋啦滋啦的 当时在日本有个说法 就是这个卡贼扩 也就是说 有游戏机老听人跟感冒了 是 这个MD有这个 早期MD有这个缺陷 同时当时 咱刚才不爱说 说这个 它还配了这个耳机插孔 所以他们自己觉得 这个声音性的还不错 但是因为可能开发的比较仓促 其实这个声音 这个效果 其实并不特别好 包括它为了压低成本 然后导致这个声音的 这个线路的品质 也不是特别好 总之MD在音质表现上 其实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短板 不是特别出色 尤其是和这个SFC相比 超润当时用的是索尼的芯片 就他俩还是蜜月期的时候 而且这块芯片 其实和PlayStation 是有亲戚关系的 PlayStation后来用的是 当时给超润用过的 这个声音芯片技术的 进化版本 这个反正在米后再说 反正民间也有些MD爱好者 就是说你这个老感冒 MD就是自己动手 DIY给MD治感冒 自己拿电脑 给嗨一嗨什么 有这么改 后来在不同的P4和型号上 施加自己也在一直改 这里其实亚马哈这个事 其实挺值得说的 因为当时他们想要把 机器的成本压低 是吧 因为你其实价格 还是很关键的 虽然你16位性能很好 但是说怎么说 如果你贵太多的话 其实也没啥不合适 说白了产品靠的是性价比 不是靠绝对的性能 你贵太多 其实也没有用 性能太好的就做科研了 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 为了压低这个成本 你比如说给上期讲的 给新那个CPU价格 砍得很低 包括他们在这个电路 他们这电路板 使的是单面印刷电路板 然后在上面再有那种 用那个叫通孔插装技术 大家可以当时看那种老的 就是一些 包括你的什么半导体 什么那种 你打开看 它老有一种什么结构 就是像是钉竖器的 像过桥的那个条件 那个就是MD当时使用的 就是我只在一边图头 这样就保证我的成本 能电路板上成本能低一点 同时这方面 亚马哈的帮助也很大 因为我听很多人 当时的人讲过 说在日本 就是你单独 完全设计一个电路板 这样的怎么说 技术积累 就是亚马哈是 远远高过其他的公司 当时时川 他在世家上班的时候 他是怎么上班 他是把自己的座席 调整到和亚马哈公司一样 就是亚马哈是周日周一休息 他也是周日周一休息 就跟世家 批他的人不一样 他就为了啥 就是说如果我不能随时 和亚马哈的人沟通的话 就是我这个应该开发 会一直有困难 所以就可以想象 亚马哈当时对MD的开发 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两家一直合作 各种原型件给的很便宜 所以其实MD 最后能加到21000这个价格 其实亚马哈也是绑了很大忙 在成本上 对 亚马哈当时很厉害 现在也很厉害 现在也很厉害 亚马哈就是很厉害 行 主机本身说完之后 我们还说一说 外边这些东西 是吧 手柄 手柄 其实不用太说 大家都很熟悉 MD的手柄 3件 ABC 上面是个START 但是START件 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是世家的主机 第一次有开始件 之前都没有START件 然后横向有三个按键 包括他们自己也知道 这个横向三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怎么说 会让这个变宽 这个控制 所以他们把这个手柄 做了更好的 这个人体工学的设计 圆弧着是吧 这些手柄都不这样 但即便如此 反正这个普遍看法 就是这个手柄 这个出版的这个MD手柄 对亚洲的玩家 不是特别友好 还是有点大数 够不着 这个我小时候玩就够不着 不好按 不好按 尤其是你按A再按C 这个时候就会有点问题 对对对 手工不上 这个机器上呢 有两个手柄插口 刚才提到 有一个这个叫EX-D的 这个扩展手柄 然后呢 拆下主板 大家就研究会发现 说这个 其实这三个手柄口 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不知道为啥 世家怎么想呢 这个扩展手柄口 就是是做了 做成了母口 前面都是这个功口 直接插手柄 后边非得做一个母口 所以你要用的话 还得买一个转件系 何苦呢 所以根本没人用 据世家说 说是怕误差 我也不是很理解 把啥误差 而且除了手柄以外 只有一个 下期我们会讲到的 这个世家的这个猫 插在这 行吧 MD的猫插在这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用这个口 那个特别可怕的东西 所以这个口呢 就是在之后的 所有机型里 都被去掉了 想起了 PSV1000上面那个口 也没啥用 对没有用 对没有用 手柄 这手柄 那卡带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MD的32兆 是吧 卡带变得很大 其实这个MD的卡带 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可说 就很普通的一个卡 两个特点 就是侧面有个缺口 侧面有个缺口 就是这个插的时候 你又 不会插反 不是 你电源一开的时候 那个口是得 它有个锁扣上的 MD你开电源的时候 是拔不出来的 对 除非你这个 大力出息地 也能拔出来 据说有人硬干 也能干 但是我也不知道 涂啥 就测试 可能是为了尝试 就FC那种 就是反复插拔金手指 然后出霸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不是 反正有锁 然后卡背面 有个凹槽的 那就相当于把手 方便你拔的时候 拔的时候用 总体来说 MD的卡带 都是统一制式的 只不过有一些 像南门公 当时就是 世家授权给他 可以自己 设成卡带 这些厂商 他在世家logo上 会有一些小的区别 正在说 卡带都是一样的 当然了 啥事都有 极个别 比如说上期 我们提到的 物理DLC 索尼克3 纳乎尔斯 它就是上下特有 那是一个特殊的卡 另外还有 VR赛车 Virtual Racing 它是里面 有特殊芯片的 为了实现 拖边形 它高度 是别的卡的 1.5倍 还灰色的 长得其实有点像 超刃的卡 我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想象 它的样子 相对来讲比较高 因为MD的卡带 是比较扁的 对 是个长方形 对 小黑小小 看的很小小 FC的卡壳 就是按标准知识来讲 如果带着底下保护壳的话 它偏向方形 对 但是MD就是比较扁的长方形 实地 这是卡带 最后我们说过啥 说说MD不是在世界各地都卖 特别是在日本之外 其实在日本卖的不好 在海外卖的比较好 我们说说MD 各地区国家的MD 有什么细小的区别 是吧 产生这些区别的原因 首先是MD在各地做本地化 它在当地卖的时候 肯定有一些调整 其次 世家当时也会授权给一些 当地的厂商 让他们生产 直接来产 这个兼容机 这一类的时候 往往就会放飞一些 是 当时它市场的主要是这几个 就是北美 欧洲 南美 亚洲 是吧 区别上就是说产品名字可能不同 外形可能略有区别 然后再一个就是很多的知识 名字上啥是这样 就是美国和南美的墨西哥 都叫Genesis 墨西哥直接把美国都拿来卖了 欧洲 然后在南美的巴西 然后和亚洲 都和日本一样 我们叫MD Megadrive 外形上的话 任天堂它不是外形差很多 是吧 SNES和包括FC也是 它在美国和日本卖差很多 但是MD基本上 全球的造型都差不太多 虽然它两个名字 但是都长一个德性 就方和上 基本上区别就在于 十六比特字样的地方 当时世家认为 美国人好像不喜欢大金字 觉得可能有点土 还是怎么着 就把大金字去了 想错了吧 大金链的小金链是吧 对 你想想看 就十六比特能一大金链挂胸口 我也觉得他们可能行 我觉得挺可以的 有些误会 但可能八年代不一样 这个东西可能是现在回潮了 可能八年代美国人 确实不喜欢金色 反正把上面 那个字做得特别小 变成白的了 然后在上面加了一个 SEGA Genesis的这样一个字样 可能他们当时有意图 也是强化一下 世家这个品牌 在美国消费者的认知度 可能他不像日本人知道 世家这个东西 因为世家在日本发展了 很多年的很好的阶级产业 欧洲方面 就是保留了金色的 十六比特的字样 但是这个字稍微缩小了一点 在亚洲和韩国之外的 在亚洲就是韩国之外的地区 你像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韩国新加坡 印度当时也卖了 都是和日本一样的 唯独比较特的 就是韩国人 这在韩国当时 他是授权给了 韩国的地头蛇三星来代理 还有货 别的没赶 就在十六比特下边 硬加了韩国字 三星 也不是三星 他给这个东西起了个名 而且还起了两种 机器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他非得给起了两种分别卖 产品名 一种叫Super阿拉丁Boy 一种叫Super Game Boy 你也不知道是为啥 我记得就是我们站内的 翻译大哥 陈子健 他翻过三星相关的东西 大伙可以搜一搜 陈老师一直深登韩国游戏市场 太有意思了 确实很有意思 陈老师我听到我们这节目 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为什么三星要干出这种事情 把同一个东西印上两种不同的名字分开 这里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巴西 世家当时授权给巴西的当地的玩具厂商 来造这个东西 上期老白也提到过 巴西玩家是特极其中安MD这个机器 推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机型 这三十年来持续的出 我觉得那个状况 其实和我们国内的这个FC的这个海盗 这种机应该的差不多 是 就是只不过人家巴西的MD 人家就有授权而已 是吧 后来 我觉得到后来也不一定有 也不一定有 世家也不管 你就卖去 他后来主要出的这个什么类的机器 就是内置 就用几十款游戏 但是他把这个插槽都去掉了 内置了 这样的超廉价 就你买来了 就是可能 拿着直接玩 十几二十美元 像一个游戏的价 但里边那八十几款 七十几款 然后你也不用想给它插卡的事 是是是 你像这个2007年 就出了这个内置八十一款游戏的 咱们自己起名叫MD3 然后这个08年 有这个内置八十七款游戏的MD4 别瞎着 外形也是随心所欲 基本上这个我觉得 我看了一下那些图片什么的 就是和这个路由器是一样的 呈现出了近二十年来 这个电子产品工业世界上的 这个审美变迁 什么早就来的 就是路由器有什么样的 MD就有什么样的 一直到2017年 还在出过这个叫MD2017 行 可以 好像是个复古风 就又变回去了 MD那造型 审美又回潮了 毕竟迷你MD也快出了 虽然这个事在巴西比较严重 但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都有的 因为世家当时授权出去了 跟那天团很不一样 世家库外授权 把MD这个机种授权出去之后 出了各种衍生机种 你看有一个掌机叫MD Play 方巴拉机的 也是三个尿 还有这个MD Classic Game 还有这个 这个有个著名的系列 叫Archid Legend 这个系列 他曾经出过 这个Archid Legend的Outrun 以及这个Archid Legend Stray Fighter 2 Special Champion Edition 游戏主题的也是 也太长了 你看人这个 起名深得的援助的精髓 跟着卡风走有饭吃 跟着卡风走饭吃 就是下一期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 咱们可以再多说几样 这个奇特的MD的这个东西 包括世家自己也出过很多 最后有图 有 你这名字一搜能搜着 在这个 在故障上能搜着 我也是搜着看 我马上去看 我也是搜着看的 最后我们说个啥事 说过这个制式 刚才我们提到一点 N制和P制 N制和P制 日本美国韩国 是NTSC制 所谓的N制 其他国家 就都是PIL 所谓的制式 其实我不太想细说了 因为这个东西消亡了 对 当时就是说 所谓的不同的彩色电视广播标准 是吧 我这么说 对 NTSC说白了是啥 是美国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 的缩写 就美国人搞的 美国当时人50年代 率先发展彩色电视的时候 就是说为了解决啥 彩色和黑白电视 互相信号兼容的问题 说咱们不能 不能你家一个样 我家一个样 就到时候 节目都接受不了 是吧 所以就说 咱们统一一个 在国内统一一个制式 是吧 后来一些美洲和亚洲的 像日本这些国家 也跟着美国 采用了美国的这个制式 那很快 就是说后来 欧洲人说 咱们也得发展彩色电视机 是吧 那美国人弄 NTSC 那玩意不太行 说有缺陷 当时不说 他那玩意有色差 还是怎么着 不太缺陷 所以1963年 一个德国人 叫沃尔特布鲁赫 就设计出了这个PAL制式 他之前设计提出的 这个东西是 逐行道向的这个缩写 后来是英国广播公司 最早使用了这个PAL制式 后来呢 就是包括我们中国 在内的很多国家 我们就 我们的这个发展自己的 彩色电视广播的时候 就采用了这个PAL这种 这种制式 其实就是这个 不同的模拟信号时代的 这种这个电视技术标准 虽然都是隔行扫描 但是他们其实就是 要扫描线数不同 每秒画数 就说白了 现在画叫帧数 N制是应该是这个30的 然后这个P制是这个25 25 要不就是我说法 对不起啊 这个我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 这个电视方面 这个这个 回头请新东老师 让他跟我们讲下 什么叫制式 96年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一个电软 还有当时的其他一些杂志 专门介绍过 N制和P制的 制式区别 然后包括说是不同的主机 在不同制式电视上 是 因为它那个色彩的编码 是不一样的 编解码方式是不一样的 信号带宽也不一样 然后N制的主机 就是N制的MD主机 接在就是中国产的电视上 是黑白 对 没有声音 它解码不了那个色彩 对 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 就是不光游戏机啊 就是那种音像制品 录像机什么 它基本都有调制式的 这个功能 然后那个录像带啊 VCD啊 就会标说我这个 N制 P制 节目吧 当时叫 是N制的还是P制的 它会给你标出来 所以游戏机当时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各个地区卖 你就调整成当时 当地的那个制式 对 80后一代的玩家 应该是比如说买电视 然后 应该经历过 家里人也会说这个事 包括P制 后来应该还有发展 就是一个进阶的PILD 反正说白了 就是零几年之后 开始这个数字建设之后 这东西就没了 就消亡了 所以大家知道 当时有这么个事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老得惦记这个事 特别是那时候的水货 经常有这种日本的 什么东西拿来 像老白刚才说的 插在你家电视上 如果你的电视 不是那种最新式的 可以支持多种知识的功能 那种电视 可能就会出现什么 没声没闪 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你当时买了日本电视的话 你就不能用国内建议机 是 国内的录像机 什么的插上 可能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 但其实当时日本的 一些电系产品 好就好在 你买的时候你不觉得 但当有一天你需要 这电视能调制是吗 你发现能调 确实 就是当时日本电视产品 的一个特点 就是经常有一些 弄一些你八倍用不着的功能 但当你用的时候 发现人家真有 这大概就是这个MD 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一些 MD这个硬件 大概是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样子 其实这一路讲下来 就是真的是很有时代特点 都是一些老黄历的事 现在都用不上的名词 什么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的 反看那个时代的这个硬件 的话 那你就得说说 不然人家不知道你在说啥 是吧 而且很有特色 还有就是跟那个时代 电子工业发展的 这样的节奏是有关系的 就那个时候还是处于像 你硬件要性能的 对 这样一个时候 不是说像现在 就是内存你随便用 CPU频率怎么样 你不用拐 所以这个吹哥 江山不漏 就老说 他老这个就是怎么说 他认为现在这个业界 这方面的这个是个问题 是 他一直觉得 就是说 大家不关注这个 怎么说 底层 对 就是这个很多这个问题 就是层层叠叠 击中难反 一层一层 反正他一直在 也在说这个事情 那他是厉害 他老是吧 研究一些 他自己先语言 他自己能编成语言来的那种人 他是 同时是技术大师 也是这个 就是设计上的 艺术上的也有 也是大师 不是所有人都有他那个水平 是吧 可能一般我们想做游戏 确实用工具方便 是吧 对 就我们今天从事这个行业人 也很少有手做地路板 对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现在就是有底层 然后上面有一层语言 好几层 对 再上面再加上 这个新的引擎 什么 就这个性能很不效率 对 说白了 你让他按他那种方式 如果做游戏的话 可能同样的硬价 让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这也就是像玩拼狗这样的公司 他们为什么游戏 看着比别人好 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大多数第三方法 我就直接用工具来看 他就认为太通用了 对 我觉得实在肯定是 不能老忘后看的 确实 行 这一期也就是这样 那种大概是这样 然后最后还是请大家支持我们的MD联名的系列的产品 对 然后这期节目其实也有个抽奖 有抽奖 大家如果听到最后的话 也不用 在那爱我 听到最后 也能看见 对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会抽两件极高色的衣服 分别是基组成员苏织衬衫的羊皮纸颜色 和玉石色各一件 对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APP和网站就能看到抽奖规则 要是用其他平台来听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来集合 下个HAPP 老年价把APP下下来 参与我们的抽奖 十几秒钟注册用户 不伤身 对 然后之前我们上架的第一批的算是春装的那部分MD 现在大家还是能够在集合部里买到的 大家也有对我们 想支持我们节目的 或者对我们这一系列产品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包括节目开头的时候 西总也说了新的一批下装的MD联名款 将在8月上架淘宝的集合部 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一下 对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个系列 还会录 还有几期 这一期先到这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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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